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CBA赛事转播 今天晚上我们将要继续为您带来的是CBA的季后赛的首轮附加赛的比赛 那么在此之前几十球队 这个捉队厮杀的时候相对打的都还是比较胶着的 那么今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福建队阵吉林 同样也是相对排位比较接近的这么一组对决 那么上一场比赛福建队在主场获胜 但是吉林队这边也表现出了自己非常强劲的这种特点和能力 包括蓝配这边非常出色的发挥 但是从整体实力上尤其是内外线的结合上 从内线的整个的延续性上力量的这种 就是整体的攻防的强度的这种延续和稳定上来说 可能吉林上一场比赛都稍稍差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今天回归主场之后我们看吉林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那么首先今天在开始之前还是请侯向峰 侯老师跟我们去对上一场比赛做一个分析和总结 同时也对这场比赛再做一个这种预测 觉得福建和吉林这两支球队最大的特点 包括这场比赛可能会出现那些情况 那么上一轮比赛可以说福建是把他每一个上场队员的能量都发挥出来了 也就是他这个尤其他的内线优势 就是有尼克尔森有王哲林 他们的内线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那么对手呢吉林这边呢 因为他们的里安身高很高的一个国内中锋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膝关节这个受伤赛季报销 这个对于他们的内线来讲是捉襟见肘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呢 昨天那场比赛我们看出来了 就是这个广煞在对篮板球的这种拼抢和争夺上面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篮球呢 其实是回归到他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生命线的争夺 对篮板球的争夺 那么上一场比赛呢 同样的啊 就是福建的比吉林多拿了11个篮板球 这个就给了他们更多的内线进攻的机会 并且呢 是给了他们的投手更放心的投篮的机会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他们的这些 比如说有赵台龙啊 有这个陈林坚啊 有田桂森啊 包括杰特啊 他们都有外线不错的这个投射能力 而相对于福建来讲呢 吉林这边呢 他们的这个得分点比较少了 只有三个人得分上双 那么虽然说呢 他们的这个外援蓝配是拿到了43分 成为一个超级英雄 但是呢 超级英雄身边一定得有帮手 比如说昨天那场球 广煞这边超级英雄 就是胡金秋 但是呢 胡金秋在苏若鱼六次犯规别罚下之后 几乎就要扛不住了 这个时候呢 是福特森挺身而出 帮助这个球队 最后拿到了那一场胜利 扳平了总比分 所以说呢 在吉林队这一边呢 谁能够站得出来 他们的穷斯能否扮演福特森那样的角色 因为在这样的比赛 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候啊 你这个球星包括你这个外援 必须得要站出来 起到你要起到的最好的一个作用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啊 刚开始这个吉林队的攻防啊 在刚开场的时候 并不是很均衡 他们的防守做的不太好 那么上半场就输到了18分 但是从第三节开始 加强防守之后啊 三分钟没有让 让福建只得了三分啊 就让对手得了三分 并且呢 下半场是追回来12分 所以说呢 他们能在今天这场比赛 这也就是要拼了啊 你再不拼没有机会了 所以在攻防两端呢 都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 嗯 好 那么侯老爷跟我们对 这个比赛做出了一些 自己的这种见解和分析啊 我们看一看这场比赛 两人球队这个吉林队 如何去调整自己内线的 这种能力的延续性 和福建队这边的内线 能有一个更好的队位啊 以此来从内线 能够从攻防两端 来带动自己外线内外结合 全面开花吧 上一场比赛 确实吉林这边相对进攻点 比较单一些 看一看这场比赛 是不是能够有所改善 那么当然对于福建来说呢 守卧赛点的情况下 也是希望能够 把这个比赛拿下 我们还是一起进入到现场 去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我们看尼克尔森和王哲林 还是出现在镜头中央 上一场比赛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都在说 这王哲林在开赛之前 拿到了刘一栋手中颁发的 第一座战神杯 成为了 有了战神杯之后的第一个MAP 大家觉得 有很多人在讨论 说这个赛季到底 王哲林的表现 各方面 但是其实从上一场比赛 从他的出手数据 从他攻防两端 对于球队的贡献 王哲林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 尽管说得分上 没有那么的亮眼 没有那么的夺目 但是王哲林是 整个进攻点发起的核心 他的防守的护方能力 也给福建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今天的比赛一开始 还是从王哲林这个地方开始 孤鼎 王哲林 孤鼎直接出手了 他今天很自信 枪 嚯嚯 明显也是对琼斯这点加强了更多的这种防守的力量 一上来双方的这种防守强度 防守的专注度明显还是比较好的 外线直接选择出手 这次没有能投进 王哲林直接杀到内线 这是面对秋标的一个突破 一打一很轻松的拿了两分 比赛一开始福建这边得分全部来自于王哲林 琼斯还是侧应 对球打得很坚定 足标底线的突破 面对着包夹上来的防守 一打二这球还打成 王哲林除了第一次进攻是站在篮下之外 后面就全部都拉开了 对 把空间让给尼克尔森 因为尼克尔森这个位置呢 相对于张彪摇来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错误点 从力量上来说 从高度上来说 尼克尔森和张彪摇都是有优势的 他这位不算 好球 但福建队于端线这个位置的突破 都加强一下了 连续两次都是这样的一个得分 江雨昕 新赛季表现的确实非常的抢眼 作为选球状元 在这个赛季拿到了最佳新秀 所以在球队当中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多的 连续两次做担当掩护 然后溜底线接一个 王哲林又是被推到了相对很远的位置 这不是福建队应该打的方式 福建队的方式应该是让王哲林更好的 离篮汉更近 今天开局 今天队打得很坚决 江雨昕的突破 像一把尖刀一样撕开了福建队的防守 王哲林还是提到高位 这次强冲篮下 王哲林也意识到 他刚才连续在两次的外线 三分线外做文章 效果不是很好 其实王哲林也是可以到内线去的 让尼克尔森提到高位之后 张标这位置出来 同时让多米克琼斯相对到一个靠外的位置上 然后王哲林其实第一位 单打戴海伯也是非常有优势的 没错 所以说福建队的内线强就强在这 王哲林和尼克尔森两个人可以轮番的在内线 获得属于自己的错位的机会 两滑都进 手忙还是持平 差点失误 习近平 张标到高位 做一个无球的上下线之间的掩护 然后再往弱侧 防得不错 这个球其实整个补防跟防都还是非常到位 没有跟位 但是琼斯的能力还是很强 王哲林第一位要了 把皮球出界了 陈林间 带怀波没有上来加击 王哲林接球 自己拖 哎呦 这太细了 这个转身上篮 跨度非常大 王哲林他从小打球是从这个后卫开始练 然后慢慢随着身高的增加 拉到了封线 最后站到了里边 所以他这个基本功是非常好的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王哲林全场一条龙的这种运球 包括各种脚步都非常扎实 回超领防多米尼克琼斯 位置领的比较高 从后场开始 就要消耗多米尼克琼斯了 打了个挡拆 随地面直接面对王哲林打板的一次出手 今天吉林这边的进攻打得也很快 力争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结束竞争 尼克琼斯提在高位 王哲林这位置又没有办法要到很深 这是今天福建队出现的问题 也是吉林队有针对性的一个防守策略 尽量把两个四五号位都推到更远的位置 尽量让两个人都远离篮框 这就是福建队需要调整的地方 怎么能让上下线的落位变得更清晰 怎么能让王哲林和尼克琼斯两个人一内一外 会更好 防守是一定会给你压力的 很多时候这位置不是说让出来 是抢出来的 你如果说要打破刚才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你就必须得要去进行肉搏 得去抢肉搏 尼克琼斯后撤步的三分球 这球偏了 下载 罚球线两侧延长线都有站位 下载自己的突破 行进间的一个掩护张标 来人 加油赵队 我们看到田桂森 批挂上车 放在了黄玉超 天桂森今年在福建队当中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并且他表现也还不错 给到琼斯 琼斯自己攻 好球啊 杀劲力真强 今天吉林队开局打得比较活跃 这种坚决性和活跃性就体现在琼斯这个点上 陈克森 向尼克森 突到它内线 机会不错被切掉了 被切掉 7秒钟的进攻时间 这是一个成功的端线球的配合 尼克尔森在篮下 非常轻松拿到两分 还造成了犯规 这是张标在防守位置上的选择有问题 把靠近篮筐这一侧让给了尼克尔森 我不需要做掩护 尼克尔森突然一个摆脱 那就到篮下 尼克尔森二加一大成 天桂森这边依然是全场的领防 成四 两个裁判 上亮了一下 上亮了一下 追踪裁判和中央裁判都判定这球是全场球 所以这球又赶回来给到了组队房里边 因为现前和站位发底线球 经过两次掩护还是要给琼斯机会 再踢过来打掩护我张标 球交若策 戴博往里突 这球突到王哲林怀里 你很难打 戴博更多的应该利用他的机动性 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投手 篮子很好 脚步不错 所以可以把王哲林提到高位来 孙静明直接出球 惨现了这球 王哲林这边要位了 但是戴博国依然是把王哲林顶到很远的地方 王哲林这边没有做好投篮的准备 身体没有完全的转过来 这出手很别扭 看到赵太龙要上场了 双方现在是打成14平 尔森强打 扭自己的脚步 但是这球是被对方给切掉 最近明明直接缩 赵太龙犯规 进行了外援的调整 换上了蓝配 福建这边也进行了人员的调整 葫芦帽上下 今天停了三打的时间并不长 上来之后就是有一次突破 然后就上了 葫芦帽最近打的时间不多 上场比赛都没打 本来今天福建队也是有意要多有一些球员上场来进行轮转 可能提前有一种预料 这也许会是一场消耗战 双方的肢体纠缠的机会比较多 碰撞的机会也比较多 上标 131的一个站位发出来底线球 蓝配上来做掩护 直接出手 三分球没有尼卡尔森的篮板 行政剑的挡拆 机会其实相当不错 直接投了中投 今天吉林的篮板守得不错 没错 包括江伟泽把对方的球员顶在外围 去独抢篮板球做推赦好 蓝配转身之后一个投投 这球给了王哲林一声哨 14比14这比分也带的时间不短了 蓝配通过罚球先打破了这个比分僵持 蓝配还是一个个人的杀伤力比较强的一球员 江伟泽同样从后场开始领防 一直带着下才到前场 赵太龙撤出来 三分球没有 李克尔森拿个篮板 勾手 漂亮 这是福建这时候需要的 内线要能打开 要能改变对方的防守 吸引到一定的夹击 外线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出手 才有这样的信心 一次成功的抢断 打转换进攻 前场形成了三打三 赵太龙这球想传尼克尔森被切掉 这球压的有点低了 江伟泽也快 真快 这边张标下 戴奥伯上 很短暂的一个调整 福建队要上孙真鹏 怎么上了一半又下去了 要换捷特了 放归 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夹击位置 刚刚形成夹击 手部动作有点多 王哲林拿到篮板自己打 篮板球最后是被吉林队给拿下来 自己没把球交到篮配这边 再回到上线再给低位 王哲林这球抢门快过了 两个人有加击的机会 杰特留底线一圈还是传若策 是有这球打的 赵台龙造反规 想他就想 杰特留病 田 ve 佳越 是已经三次放过了 第一节就3次放过了 这边累计犯规次数到了 麒麟九台农商银行先到贩满 单街贩满 赵才龙这边很稳 两伐全中 同样这场比赛防守强度比较高 双方的智力冲撞多 比赛的节奏没有那么快 内传内将已经再传回来 蓝配 压着三秒的边 有点冒险的一次传球 三秒区当中两个人做两次传接球 这种球容易被裁判推 双方位脸货 节奏往强侧走 再回到弱侧王哲林的上线 出手 三分球没有能投进 蓝板球拿到 给到上线 杰特 调整一下再出手 三分球进 稳 杰特这个球真稳 跳在空中找王哲林过渡一下 通过一次传球甩开防守 蓝配 蓝配是有三分球的 蓝配的三分球是非常好的 这边马上回进一个 大海伯阻挡 要罚球了 蓝配这完全空了 换孙哲上来 增加内线的高度 王哲林休息 因为王哲林这段时间 在篮下做的文章不多 但是在外边出手有点太多了 双方还是战平 这一截很胶着很长时间双方都是平局的状态 对蓝配打野户 这是一犯规 孙哲有高度 孙春鹏有移动 但是 两个人没有办法说 基于一身 所以在防蓝配的时候 要求福建队的协防要更多 做一个无球掩护 拉开把强侧空开 蓝配 第一位直接打 抛头没有 球打得不错 其实已经完全拉空了 这就是福建队防守上的问题 其实 完全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协防 孙哲鸣打一个挡拆 杰特出手 三分右进 杰特这时候其他点打不开的时候 杰特挺身而出 连续的投中两三分球 张立泽 蓝配篮下 这也是一个 可惜啊 这球 打杰特居然没投进 杰特突进来 转移球赵太龙 三分没有 今天 吉林队给福建外线 空出来的这种空位机会不多 好球啊 打得很强硬 其实回防也不错 在这种快速的进攻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打你立足未稳 这种情况下呢 造犯规的几率很大 大家都 拔球长分 打他 承价 自己走 哎 哎 再点消息 哎 快快快快快快快 comments 给我 哎 保护 angry 老板球被福建队拿着 截拓追身三分 老板球被陈林坚抢回来 截拓来头 连中三个 四中三 六中一和十中三的三分球命中率在第一节 这三个三分全部来自于截拓 对 王哲林那边就空投了三个 江卫泽抢了满球的时候和杰特撞在一起 这是一个推人犯规 杰特今天是真稳 杰特非常高效的表现 这是让吉林队可能有点始料未及的 上场比赛 这种状态杰特一上来这么短的时间拿了十三分 真不容易 好球 对签又是一块 薛金铭的一个两分球反击的很好 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26比31 五分分差福建队客场领先 我们稍稳休息 二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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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签认者为王 男篮势力杯 作用阻挡 看最强篮球 女篮势力杯 为女篮喝彩 田径市井赛顶级选手 鹰峰对决 ATP年冲总决赛 至尊能量 花落足加 国际平年巡回赛 总决赛 群雄争霸 谁能问你 相信体育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进入到第二节 双方都是双外援 杰特今天的手感 确实相当好 状态火热 上一场比赛是得分刚刚上双 这场比赛第一节已经上双 关键是第一节 他也就打了四分多钟 对 效率非常高 看琼斯这球传的稍微有点大 还是给他篮佩翻身跳投 接着自己扑到这球队盖过来 江明星 这次啊 脚步跟得非常快 这场比赛呢 呼噜帽击火打 柴昌毅一直在板凳上 双方等于说人员上都有比较大的调整 火热帽上一场比赛 在福建的阵中是没有打的 而吉林的阵中啊 上一场比赛 柴昌毅打的还比不错 但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上 双方其实人员每一场完了之后 也都有一些这种变化 内传内啊 突进来之后形成一个错位 王智英被迫去补多米尼克琼斯 错位之后大打小 蓝佩非常轻松打成一二加一 再给尼克尔森蓝佩随时准备鞋防 二三转身右头 漂亮 连续四分了 反一球之后 直接掩护 换王 挤过 再换上陈林坚 让葫龙帽休息了 葫龙帽上场之后 这个整体攻防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感觉有点找不到这种比赛的状态 对 感觉有点游离 刚被换下的时候 葫龙帽也是三次犯规了 直接掉两下 这是一个错位 好球 这球传得真好 就赶在你防守收缩之前的一刹那 球先到位 一大一蓝佩面对王哲林 有没有协防的 若策完全不协防 篮板球 哇 蓝佩真急 这种篮板丢掉啊 这可是太伤士气了 陈林坚出手 界外 今天浮现到现在为止 除了杰特之外 其他的本土球员 投手 三分球都没有开 陈林坚投了两个 赵太龙投了两个 都没有进 反跑 做挡拆 再次给到蓝佩 弱策得有协防啊 这手 在王哲林的防守情况之下呢 因为有高度 也有比较好的移动 蓝佩呢 进攻距离还是相对要远一些 把握性没有之前那么大 给第一位 陈林坚再打错位 漂亮 哦呦可惜啊 策略是完全对的 跳球 陈林坚这个位置的错位啊 面对江毅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机会 就是大家都拉开 都拉到上线 这边一打一 这边陈林坚第一位 对江毅泽的一打一 好 意图被识破 江毅泽下 上崔晋明 看到这弱点了 这球人打得很简单 这边陈林坚没开住 肩膀一压 一加速 这球没带住 张彪休息了 时间不短了 不出去的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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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尝易上了 这是篮下完完全全露干净了 接拔球过程当中 所有人的状态啊 不对 福建队的整个防守状态 是不对的 完全没有注意到 背切过来的球员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 底线球 断线球的配合 很轻松打成了 小踢球 好球啊 这篮板 篮板冲的真凶 宁尔森在补进 王哲林的篮板 真凶啊 从后边跳起来 拆尝易的出手也没有进 连续两个掩护 尼格尔森假动作 晃完 突进来 又是王哲林的前场篮板 这连续冲响啊 凶 对 打一个挡拆 尼格尔森 第一招的机会 三分球进 分差到九分 陈林坚今天防守不错 把多米克琼斯这点 钉得很 限制了 歪了 尼格尔森刚才投了一三分 这一下把蓝配就斗出来了 敏感了 啊 一上就突 早上规 然后尼格尔森的这三分球 尼格尔森对张彪 这墙给王哲林啊 没有扯开 然后在空中又传到了中路 这球呢 赵太龙应该传的 嗯 赵太龙应该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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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绝对是应该传出来的 有点太勉强了 被对手抓住 就这种 武功啊 被对手抓住 就是一个战机 好的 漂亮 二加一 要动起来打 对 福建这边是要动起来打 这是王哲林 今天一直想给 铁头座 就掩护党拆 这是第一次打成 打成这党拆的配合 今天这边 因为刚才呢 其实杰特得分也好 尼克尔森得分也好 王哲林这一点 起码就没有让他 开场之后 虽然说王哲林连得7分 但是后边这阶段 限制都不错 现在如果说让王哲林 也加入到得分的行列 那么对于吉林来讲 这个压力就太大 王哲林这段时间的这个篮板球 连续的冲墙 他现在已经得到了18分 7个篮板 命中也很高 达到80% 王哲林 2加1打成 分差到了10分 王哲林 王哲林想要抢过的时候犯规 不见第二阶 全阶更规 得记得 不见第二阶犯满了 接头和王哲林 再一次连线 掩护之后 挡开之后 结束往内线去吐 然后新两个防守人之后 把这球又塞给王哲林 已经打了两次这球了 没打进啊 多米克雄斯 挤着打 靠自己的能力 对着能力 没能解决了问题 看一下王哲林 再和杰特打挡拆 相同的套路再来一遍 中距离跳投 又进 今天这手感是真 手感火热啊 这个吉林九天农商银行 要针对福建队 王哲林和杰特之间 挡拆要做出调整了 因为你 好球 三分球 这边出手看着很像有啊 可惜手感没有能延续下来 就如果蓝配啊 你不换 不补 杰特这个位置 他有中距离 对 如果你补 他有突破 他可以穿越你 瞬间形成二打一 那么王哲林这个位置 又怎么办 如果蓝配再往上一提 跟着杰特走 那王哲林往下一顺 挡完拆开 无论是往下顺 还是往外拆 王哲林这个位置都是一个错位 都能出击 可投 可攻篮下 所以这个挡拆 现在吉林队需要去破解 又来 再次挡拆 蓝配还是跟王哲林这穿过 吉林队现在采取的是穿过 给到弱侧 又是尼克尔森的位置 又一个三分 就现在吉林队在破挡拆的这个方式上 还是在采用防守人 对杰特这一点防守人 去穿过 然后蓝配这个位置留一定的空间 但是这就让杰特有充分的距离和位置 去对整个的进攻 形成一个梳理 他的视野会很开阔 因为你离他离得远 太远了 遮挡不了他的视线 还是挡拆 现在挡拆 就是福建队的进攻发起点 王哲林 前场篮板 在二次进攻造犯规 这会福建队把自己的整个进攻状态全打活了 而发起点是什么 发起点就是一个党差 就是他俩的 最简单的王哲林和杰特两个人的党差 没错 连续这十几分的这种领先 优势一点一点的扩大 全靠这一个发起点 并且能是带活了其他的点 因为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到他俩这边来了 防守也在往回缩 也在时刻注意着去保护和协防 其他点都空出来 今天福建这三个强点确实是都打开了 杰特王哲林尼克尔森三点齐发 这还怎么说呢 就是陈林坚那点还没偷开 陈林坚赵泰龙都没偷开 尼克尔 这球斯 尼克尔森往前的这种突破 这也是福建队需要注意的 转换进攻 这是吉林队抓得很好的 一定是福建队对福建队来说 是要重点去防御的 双高位 战位之后还是王哲林打挡 才提到高位 自己投 防不住 你不敢太往上贴 太往上贴过你 稍微让一点才有投 黄亦超来缠 多米尼克琼斯 陈林坚黄亦超两个人轮流去缠琼斯这个点 漂亮 完了一个三分 这个球很解渴 这个三分球相当解渴 眼瞅着分差要往二十分去的时候 这个三分太关键了 就给拉回了 反复的打挡拆 投完之后 这球杰特投的非常有信心 因为打完挡拆之后 篮赔这个球上去补了 上去补了之后 杰特还有一定空间 但王哲林已经顺到篮下了 可以投篮 可以给王哲林 而他知道王哲林 篮板就一定能拿到 没错 所以投的非常轻松 这种球 双方都在找自己的优势点 连续的 第一次没挡住 第二次接着来 哎呦 这个 这俩人之间有点不默契 杰特认为呢 黄亦超这是要给他一个中远投的机会 因为杰特这几个球啊 打完挡拆之后 都习惯了在那个脚上 有一个投手支着 之前尼克尔森三次出现的那个点 所以他习惯性的 要往支着的这个脚上 去做分飞球 结果没想到黄亦超 没有领会的 突然加速强突 造成尼克尔森的犯规 福建请求暂停 这个就是要强调一下琼斯这个突破 因为这段时间吉林这边的进攻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琼斯这一点突然的加速的突破 这边的进攻已经集中到琼斯的个人能力上了 拿个手电 而福建这边呢 杰特肯定在这一次暂停的时候 也会提到刚才那一幕 刚才那情况 就是在形成了挡拆 形成了向那一线突破的时候 压缩防线之后 外线要得到投手的支撑 重点球员这无疑是杰特了 杰特和王哲林的这一系列的配合 这段时间确实打得吉林这边是没有招架之力 你就知道他俩要打 但是就是破不了 杰特现在已经得到20分了 五个助攻 王哲林已经14分了 尼克尔森这边得分肯定也上双 尼克尔森光三分球就投了有俩了 勾手我们至少看见了两个 对吧 至少是一个十分以上的分数 现在尼克尔森是得到了21分 21分 一个20分 一个21分 一个14分 这都6分 50多分了 而这个时候呢 对于福建队来说 要解决的是谁 解决的是琼斯这个点 琼斯这个点同样也是进攻的发起点 再给回杰特 再来打挡拆 从挡拆打起 你看 兰佩不敢上啊 只要一挡完 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形成穿过 那兰佩一对一面对杰特的时候 他不敢上 上去就是一个穿越 一上一过 穿越之后就是二打一对不对 今天这福建就是把最简单的打法演绎到了极致 这也就是这俩人 一个王哲林 是有足够的这个掩护的面子 那么杰特呢又有足够的速度和控球能力 并且他今天篮还非常准 手非常热 这一次是变化了进攻的方式 我这次是把车给到尼克尔森 尼克尔森在进狼区的这个个人进攻 还是通过琼斯突破 来创造机会 内团内这球打得很细 尼克尔森犯规 这球在常人聚集的篮下 把这球从腋下塞给到戴怀博手里边 这个视野是非常开阔 赵伟博二发 没有重蓝配的篮板 篮板球是生命线 我们再说一遍 福建山上赢在狼板球 王哲林补出去 好球啊 戴博博打得很强硬 博博连续的两次进狼区进攻 造犯规了 刚才是尼克尔森 这一次是王哲林 现在尼克尔森是三次犯规 还是在尼克尔森 做掩护 能够做掩护 这次小鞋丢了 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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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到了 这球是碰到了吉林队队员的脚上 回到后场的 这其实是没有斗场回线 裁判也是可能在位置上面 角度上面没有看清楚 刘天忆 刘天忆自己也感觉到一头入手 江美哥今天打的时间不短 但是他这个位置很容易被打成错位 身高太低了 手连防福建队 相当长的时间当中福建队一直在手定位 变连防抵角的机会 看来把自己拿回来 超远的三分球 这球投的有点太远了 就没有 尊小奇雨 同外国 起 并且刚才这进攻时间还有 刚拿一个篮板球回来 进攻时间是 还有十来秒呢 全场的一个领防通过王真林这儿过渡一下 再给到杰特 两个上去加 赶紧出来 用中线位置的夹击破坏福建队这边的进攻 给到尼克尔森 面对戴怀博 底线强吃的时候 弱策的球端 进攻的犯规 现在是加强了对杰特这一点的防守和包夹 这边确实 杰特想要突然加锁 空切到篮下 陲间队请团暂停 �adia 在净 零丝是脱手的 别人这边的一方面是要在进攻端解决一下 就是对方这个防线突然扩大 迫使现在这个掩护不像刚才那么有效果 这人要怎么解决另外一方面 就是多米尼克琼斯在进攻端的时候 他一直是采用这种个人的突破 以思维防线来给肯定度创造机会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是尼克尔森的一系列的得分镜头 这球直接被琼斯给盖出去了 福建队还是客场取得领先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回来关注下半场比赛 好了观众们们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上半场比赛福建队这边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对场上的控制 三个脸王哲林尼克尔森杰特三个脸的状态都非常的平稳 所以撑起整支球队目前 直接调篮下这球被陈林尖断线了 现在吉林这边其实他得分点太集中了 就是一个蓝配一个琼斯 所以福建这边的防守也集中在他们俩人身上 现在刚才星云你提到福建这三个点 三个点现在是一共拿到59分 全队65分他们仨就得了59分 吉林这边还是得有人再站出来 要不然光凭琼斯和蓝配两个人的话 难 点太少了 大怀博大怀博这边也放个位 上半场呢依然是福建掌握了篮板球 篮板球整整比吉林多数一辈子 二十二比十一 二十二比十一 直接杀篮下 造成犯规 江米星在下半场开始之后 上场了 九队高天部队请求坏人 张标 张标 第三节开打了不到两分钟 半赛大怀博 内线不停的也要走马换将 因为只有蓝配 戴怀博张标 就是属于说凑数凑出了三个内线 其实真正意义上也就是蓝配一个人 戴怀博基本都是飘在四号位上 力量啊包括打法身体都不足以对抗内向 李安这个受伤啊不管怎么说 他两发都没中 中锋位置上确实是没有太多人选 转即在和 decline �配刀 台队只要强吃 baik 没顶进去 下球 跳球 B 对 一 下班长这开了将近三分钟 双方都没得分 就握了 这球能配带着带着 夹到身上 第三节开始了两分多钟 往后步中都没得分 张彪这动作有点大 但是自己马上控制情绪 张彪拍拍尼克尔森 相对比赛的时候 一片张彪刚刚拍拍尼克尔森的胸前 这边迅猛的发动一次反击 还是要防捷特这一点 因为尼克尔森显然对张彪的这种使命纠缠式的防守 情绪上受影响 所以刚才杰特这边一要暂停 杰特就示意 放平心态 冷静下来 因为你现在这局势是非常好的 你不能说因为自己的这个心态受到影响 然后让整个球队的攻防两端受到影响 张彪上来之后确实一直是和这个尼克尔森在纠缠 这也是一种战术 硬了那句老话 若要敌人灭完必先使其分开 对吧 这是球场上有时候用各种方式 就是可能NBA当中大家习惯于垃圾化 在CBA当中习惯于更多的这种 激怒你 就是激烈的身体冲撞 对 NBA也有很多的激烈的身体冲撞 对 用身体冲撞使你失去冷静 失去平常心 这边也来做养物 一会儿从这边三分 球进还是有经验 对 用得分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平和积怨 用得分来回应对方的强硬 好球 完的一个 崔敬明 崔敬明 崔敬明这依然是继这双百元之后的第三个点 好球 青丝对陈林坚 哦没打进 王爵林反规 王爵林的背后上一步 造成了推人 今天对于琼斯这一点啊 福建这边也是先后 派出葫芦帽赵太龙黄一超啊等等 对琼斯来进行盯发 最后利用自己的速度 但这球没有打进 王爵林坚 崔丝 一个欧阳步 再给兰太尔说一下 新欧阳准反击 对 呦 这边还是这脸 这脸啊 还是这脸 哈 这成了那年 卢德曼和卡尔玛龙了 张标现在已经四次犯规 陈林坚 陈林坚 穩啊 陈林坚这一点如果开了在三分线外 那对吉林队来说真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对 陈林坚第一个三分球 陈林坚 陈林坚 他依然是通过自己的突破撕裂防线 去打进攻 陈林坚现在是得到五分 到下半场 打了将近一半啊 头中第一个三分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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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尔森的手感真好 对 非常柔和 打了 蓝配 对王哲林 啊 这 躲着打了 中央的篮子 二十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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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是帮助组队把分叉保持在十分 跳了 跳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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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扣手了吧 就是 想要分给尼克尔森 但是这边呢就是 吉兵队的防守 位置选的挺好的 所以一个人兼顾到两个人 这球盖了 但是刚才这个连防守底线让张彪出现在那个位置 就是防守上出现的问题 幸好是尼克尔森啊 补防非常快的 这球给盖出去 下面场的吉林队啊 打的让福建队相当不适应 不适应他的这种相对侵略性比较大的防守 江玉清也五次了 就是现在的吉林九台农商银行是背水一战 是已经把这场比赛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肉搏战 是已经真的在上阵拼刺刀的状态 而福建队呢还显得稍稍有一点点文气 这种情况下 吉林队会打得非常凶就看福建队能不能适应 能不能调整得了 这球吉林再输没机会 这会福建队可以尝试更多的突破 因为吉林九台农商银行在打到不到六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犯满了单阶了 由此可见这一阶 哎呦又来了 拨手 张彪啊就在篮板下方这个位置 幽灵位上 一直在来回的游野 真的是像一只幽灵一样 但是福建一直没有注意这个点 其实也在注意陈宁间这位置有背身有在卡他 但是张彪要位的能力非常出色 杰特空位又一个福建的三分开了 十三分分差 五中三的三分球 是吉林下半球 下轮是吉林的第一次三分球 张彪哲 张彪哲 吉林下没有能投进啊 这机会非常的好 对 整个球的周转相当顺畅 我们来看看 琼斯 赛图分 这球短了 全球 三线的反击也打得非常快 黄一超 所以把球放进 又来了 还是这个位置 一旦王哲林被拉到相对高一点的位置的时候 身后整个全部空掉 所有的背切 福建队这边没有反应 对 你得每一个位置上 你得注意这个位置上有没有人去跑动 你得把他先顶在外边 固定去了 没打进 分差回到各位数的希望 琼斯 王哲林很强硬的一个篮板 王哲林这层面我急着打 这时候控制一下节奏 刚才打得上了 心跳都快 好 起码为例 篮配防得非常强硬啊这一拳 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体能的付出是非常大的 这种情况下呢 福建队的篮板球高度有所下降 互况能力上篮板球上 咱们去弥补 张彪再来又一个 哇这一节张彪打神了 第三阶张彪立功了 分差回到各位数 靠的是谁 靠的是张彪 没错 在前面不停的对尼克尔森实意大动作的这种纠缠性的强压的这种防守 然后在不停的在进攻端背接 不停的在篮下游业寻找机会 我休息了这很短的时间 肠上高度不够啊一看 孙志鹏这个位置上来之后 整个福建队内线捉襟见肘 只能迫不得已把王哲林再换换 只能咬着牙打了 节套今天是手感不错 还是要换 还是得把大王换下来 他玩这样的话 你让大王在场上作用起不到 还消耗体能 下了黄一抄 还是没有换大王 这都已经开始用眼神防守了 大八十分 大八十分 加油 大八十分 一起来 齐平 加油 赞外国 加油 齐平 加油 赞外国 加油 加油 金陵队进入第三节之后是利用张彪和琼斯两个人 吹响反击的号角 更差只有六坤 二十秒到尼克尔森 蓝佩来切罚 二十秒到尼克尔森 左手 漂亮了 换到左手去 二球大进 王哲林很久没得分了 十四分停了很久 现在终于开始得分 十六分 这是江韦泽的一个风投 反调 林克尔森的机会被两个人包夹下篮 江韦泽再来 最近明天在篮上是 四分分差 大王跑不动 Interpreter 一会儿 马上分开八点了 马上分开八点了 一会儿 有没有慢动作 不得到 这也是 有没有慢动作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场比赛和昨天晚上我们转播的两场 这个两支浙江队之间的得比战 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不同 就是裁判这场比赛更多的 给了球员相当多的这种 身体对抗的机会 而这样的对抗呢 很容易在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位置和关键的球员身上容易出问题 昨天是有球就吹 今天是扛风了也让你们先扛着 这样扛下去真的是张彪和尼克尔森一会儿有可能会出大问题的 没错 裁判很有可能最后你控制不了了这一位置 也要不做 这场比赛 我也要不做 我也要不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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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全装 们 这一节熬过去 那么王哲林能获得两分钟的休息时间 催促留在我们的框冠 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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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过来检查一下 算是严重不严重 这是必须得换 撞了一下撞得有点懵 并且场外人员一旦进场 那队员是必须要被换掉 跟他出来的双弹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直接杀篮一下 三分的分差 在这一节比赛当中 吉林九台农商银行 利用自己非常强悍的防守 去破坏福建队的进攻杰作 和打球的最基本的状态 扰乱对方的精神 单节追回来了十分 双方还差三分分差 第四节比赛又回到同一期报线 我们稍事休息 二零一九 清晨赛是一种状态型 华雅华兵式竞赛 使兵上大楼 旋利飞 单向式兵赛 奥运之前最强一战 苏迪半杯 七代中国队重破金杯 女足式杯 色彩玫瑰 华丽张 游泳式竞赛 水中竞速 胜者为王 男人式兵杯 作用主打 看最强篮球 女人式兵杯 为女人贺财 田径市竞赛 顶级拳手 颠峰对决 ATP年终总决赛 至尊能量 花落咱家 国际平年巡回赛 总决赛 群雄争霸 谁能问你 相信体育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得到15分 四个篮板 最后一节是 逐渐这边上了杰拓 杰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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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两个挡拆 截头自己杀到篮下 但这球磕出来了 琼斯还是抢进了打反超 真的是凭借琼斯一己之力 防守关靠着吉林队强硬的 如猛虎下山一般的防守 在第三节遏制住了福建队的进攻 而在进攻端 琼斯利用自己出色的突破能力 硬生生把比赛拉了回来 这场比赛 吉林队确确实实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强硬的防守 这是吉林队在之前成为强队杀手的 安身立命之本 黄毅超三分球尽 这也是黄毅超今天比赛的第一个三分超 又是琼斯再次突到内线去 双方比分打平 刚才连这球打得不够劲 这球有点犹豫最后24秒为力 面对这种侧位防守 其实刚才应该果断的去选择进攻 琼斯突破第一步 吹了黄毅超的犯规 黄毅超被换下换回了赵太龙 我们这样子转一球 这球杰特居然倒了 江卫泽真拼啊这球 拼 吉林队这场比赛就是把自己打成了 我觉得是打 都不能说是打成了一只猛虎 可能猛虎威势更足 但是这种拼命的劲啊 没有那么强 吉林队是把自己打成了一只恶狼 这种拼命的劲 仿佛在每一个回合当中 都要用自己的这种拼劲 去把对方撕裂 在每一个队员身上都能看出来 王正林 压哨的一个篮下的进攻 这很聪明啊 一个假船 张苗突进来 张苗这球是想造犯规 对打的有点简单了 这边没有上当 赵泰龙三分球没有 穷四篮本球 全速的推进 赵泰龙脚步不错 先犯规了 这就是进入第四节之后 对身体对抗抓炎了 对 因为第三节打的火光四射 这个火药味太浓了 火药味太浓了 张苗 张苗 这是陈宁坚的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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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犯规 没有犯规 因为九台农商银行的整体犯规都比较多 好几个四饭五饭的 轻易的犯规扛不住 还是从党差打起往上线走 陈宁坚还是想打江伟泽的错位 枪吃 还是对抗弱了 对 选择了躲 因为你一过桥到对面去投 这就是躲着打了 你如果说很强硬的从正面去打 就等着你 王哲林拿到篮板球 球稍微往下一放 琼斯这手也快 直接上去 今天琼斯是真拼狼 毫不犀利 这球吹跳球 毫无疑问 看一下赵太龙和陈宁坚这位置 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无球脸护 再打出第一位 江伟泽这位置的错位来 两个人大延误 杰特 分给陈宁坚 机会很好 没有能投进 被抢下来 两分的分差 保持了很长时间了 直接投 三分球进 移动站的江菊终于被打破 这个三分球啊 是有点关键的 因为双方已经持续了 僵持了将近两三分钟 都没有得分 先打破僵局 王安之岛这边要这攒平也是先压一下压一下不要让福建这一下启示 反过来节奏直接的一个追身的三分 打得很坚决很果断 这就是信心 虽然说第四节一度吉林还反超了 但是信心依然在 依然敢放的开讯 三十分八个篮板 八个助攻球四 第三节真的是一击之力把这比赛打回来了 这是要让蓝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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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在色情上一起来交流出回 麒麟 杀 杀 中白虎 杀 麒麟 杀 中白虎 杀 杀 蓝佩到高位来 请成一打一 要斜防了 嗯 这种球斜防的太慢了 你弱侧的斜防一定要快 蓝佩这个高度在这儿孙春风一个人防的肯定是防不了的 你摆明了就是给蓝佩造杀伤 让蓝佩轻松拿分啊 你不能说保护王哲林让他减少移动 可以去防相对比较弱的次高度 但是你得让他来承担一定的斜防的责任 今天福建队的内线防守相当成问题 弱侧的斜防相当慢 同时呢对于被切的队员 各种无球移动的队员控制的不强 包括底线的漏方 今天出现很多这种双头段的问题 双高位脸护 给到大王高位来做侧应 杰特祥手递手 给不出来啊这球 硬持篮配 换位 š 关键的罚球这就是 因为王哲林他自身这个特点的就是 他的一个劣势就是体能问题 今天这球拼到现在 他确实是体能上面是出现问题的 对 赛季开始缺震五轮 对 主要是因为体测不过 对 他的体能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有正面的打板三弯 这运气球 很少有球员去直接投正面的打板球 江伟泽吊篮一下 干扰球 干扰球了 先碰板了 江伟泽吊篮这也没有劲儿去给 去候场给 杰特作养货 漂亮 这球打着漂亮 对 卯足了劲打着一攻 都认为我会把这球再交换给杰特啊 没想到自己突然 一对一的防守要加击 弱侧要协防 对 长篮板点出来 但是球在吉林队手里 随机门突进来 篮板球的争夺 非常的激烈 很凶 累坏 这就是说没有良好的体能啊 越打到后面越吃力 对 已经完全走上了 常规赛没有问题 但是你打到季后赛的时候 对抗强度会提升一个巨大的档次 而且比赛的这种 强度密度都会增加 又一个 我的天 这几个球要给 吉林队打伤啊 王哲林的一个篮下 杰特的两季三分 把吉林队打停了 直接走分出头 太要命了 这你不能说 防守这边出现太大问题啊 防守都跟着 但是杰特这能力太强了 这杰特这关键时候的抗压能力 确实厉害 这球 崔静明这边绕出来了 并且呢 这样的一个防守位置 其实换了一个 其他的球员很有可能 这投篮出手 这一下会受到影响 因为 崔静明就在自己的身体下面 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出手 但是杰特没有影响 这还是心理素质 杰特现在已经得到了35分了 36分 这个要换回琼斯 因为刚才换上了 蓝配的一个阶段 没有起太明显的效果 没有太大的效果 反而比分被拉开了 尤其是在换上了 蓝配的一个阶段 王哲林还 突然杀出来去得分 换回一个熊丝 那我们看 换回对米克琼斯 加强 吉林九台农商银行 攻击的侵略性 攻击性要提升 但是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王哲林这一点 是可以做文章的 高度下来了 王哲林这个位置上 可以更好的去做一做文章 第一弓没有能打进 利用多米克琼斯的突破 来 给底角 制造三文球的机会 现在呢 福建这边可以放缓进攻的速度 一方面的让自己的这个 因为现在有九分的领先优势 让时间走一走 另外可以让王哲林这边 相对的调整一下呼吸 戴怀伯来防王哲林 那王哲林这一点 可以在篮下做足文章 每一次进攻回合24秒几乎打满 同时尽量球交到王哲林 在更靠近篮筐的位置上 用更有把握的方式来得分 或者造成杀伤 既能停表休息 同时 又能造成更轻松的得分机会 没错 这福建队要会打球 这时候 这防守上面 戴怀伯那限制过王哲林 体能下降 前面两阀全失 这一阀又丢了 截头 截头看着都发愁啊 十二阀六中 连续四阀都丢了 又一个反击 十分开外 熊斯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 截特要到篮板 充分的开始控制时间 嗯 哇 这球趁林间快 断了 接着上来要求 孙志鹏 提上来打档开 低位的机会 给到赵泰龙 三分球进 天呐 哎呦呦 这是 乌露偏锋连英语啊 这是要杀死比赛的节奏 这球投不进啊 这对吉林这边打击非常大 二阶六中五的三分 嗯 太要命了 看戴怀伯 没能还进 这一下 这可能就 俗剑队拿到篮板 节奏一放缓 你看整个吉林队的 气就没了 心气有点下来了 第三阶真的是像 恶狼出动一样 对 凶狠的撕咬对手 但是打到第四阶 一度追平反超的时候 整个气势全部都起来 但这会儿 杰特两个三分 赵泰龙一个三分 王哲林一个篮下 又一个三分 比赛被杀死了 没悬念了 我基本上没悬念了 比赛彻底被杀死 吉林队真的是奋战了整场比赛 尤其是在第三节 在落后14分的情况下 最多快到20分分差的时候 吉林队凭借着自己凶悍的防守 凭借着超强的身体对抗的强度 要把福建队整个状态完全搅乱 但是福建队在最关键的时刻 还是依靠着自己内线的优势 结合外线精准的投射 把这个比赛要拿下了 刚才吉林队这边就是把琼斯换 换上来蓝配那一个阶段 成为一个转折 二十三分十六个篮板三次助攻 让这人觉得咬着牙打完了 两分钟17分 刚才的这个三分球几乎可以说 宣告了比赛的结束 杀死了比赛 这个时候对于福建队来说 要做的就是打了一波13比0 刚才 要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尽量的去消耗时间 而且还是要减少犯规 因为现在一犯规就是停表 就是罚琼 这等于说给了对手不走表来 缩小分叉的机会 琼斯也罚不中了 这个赛季的吉林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比赛 给我们留下了最佳新秀 江雨青 给我们带来了面对所有前六名的排名在常规赛当中的球队 都有过战胜对手的这样一个记录 巨人杀手 巨人杀手 强队杀手 这个赛季的吉林队 给我们展现的就是一支充满了韧性的 顽强无比的 防守凶狠的 积极强硬的球队的形象 捷特的中头 但这时间啊 完全耗完 24秒完全耗完 大和国三分 还是没有进 这时候 这时候吉林队也已经不再用他们最凶狠的方式来压迫性的防守了 彻底放弃了 因为这场比赛已经彻底失去了悬念 最后十刻 最后十刻 随手一扔 时间队这边已经在提前庆祝了 比赛 比赛彻底 已经 没有了争夺的意义 但是吉林还没放弃啊 抢断之后崔静明的反击 再下一个两分 最后的24秒的时间 这场比赛其实就是吉林队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 无比的顽强 无比的强硬 在有机会的时候绝不松口 一定要用自己的强硬的防守 打乱对手的节奏 让自己争得一些喘息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赛季他面对前六名排名的球队都有胜计 扮演了一支强队杀手的角色 但是在这样一场 两回合的战役当中 最终吉林队 林比尔告负 面对福建队内线的高度 吉林队因为内线李安的损失 让他在整个的对抗当中 居于了下盒 我们挥手告别 这个赛季给我们带来诸多精彩比赛 比赛的吉林九台农商银行队 恭喜福建靖江文旅 晋级到了机后赛的下一轮 再一次感谢双方带来精彩的比赛 感谢何教风指导的精彩点评 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 就到这里再见 再见